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刘雨昕 当我回忆起这三年和Rainbow一起走过来的经历 我会想不论是当我第一次尝试写歌 还是第一次在学校的走廊听展秋讲Rainbow的创想 还是第一次我们在阶梯教室开正式的会议 还是第一次我在阶梯露营 这所有的第一次我每次都是带着一种新鲜感 当然还有野心 但是我觉得最多的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 因为我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是一张专辑正经的 两年前呢 那个时候我才刚出考完 那实在贴吧上面 我看到有关于Rainbow的帖子 但是就觉得 哇 这个东西好高大上 我那时候看完帖子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词呢 就是 梦想 其实说到梦想呢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梦想 但是 往往我们都 都仅仅是把它停留在 心中的那个梦想而已 然后最后 慢慢的就被时间给消磨掉 所谓我们内心中的一个遗憾 那个时候我看到他们 呃 因为自己心中的梦想 去做了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 而且还把第一步卖得这么好 我当时就深深地被触动到了 两年半前 呃 当我还是一个 刚进高中的懵懂少年 我被展球相中 参加Rainbow 那时 我们人没有现在这么多 经验没有现在这么丰富 呃 歌手和词曲作者也没有现在成熟 两年前的十月 我在文科班的楼梯拐角 听见展球和人说起Rainbow计划 也因此千元巧合地成为了第一张专辑 红的赞助人 两年前 我还是名准高三的学生 记得当时 红的实体专辑做好的第二天 就是学校要求回去开始暑假补习的第一天 所以时间还蛮仓促的 当时也不知道 大家会不会喜欢我们的专辑 那红的专辑问世之后 我就被他的歌曲给吸引到了 然后就在自己的微博上 疯狂地转发跟扩散 那段时间 我的粉丝都觉得 我听电shopping简直神烦 那个时候 红弹刚出 然后我把初恋就在新华 放给我身边的朋友的人听 然后 我看放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问他们 诶 觉得怎么样 然后他们都没有理我 全部都沉浸在音乐之中 听完才有人问 这个真的是高中生写的吗 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微博上面 秀过一张桌面上面摆满了红的那种照片 然后 当然我一个人不可能买那么多张 都是我帮同学买的 然后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真的觉得自己蛮自豪的 你知道有很多个第一次吗 第一次在录音棚好好的录一首歌 第一次与公司还有工厂合作 还有第一次开线上会议 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辛苦 因为我们很缺人手 课间不能拿来聊天 因为会有人来买专辑 放学不是拿来抛图书馆刷题 而是开大会开小会 晚上做完作业的时候 不能马上回去睡觉 因为你还有好多帐簿要送 周末不是拿来吃喝完了 是要去泡录音棚 或者是接受采访 然后后面就是到了高三毕业的时候 我就正式的加入了Lambo计划 也参与创作和拍摄了第一支原创MV初恋就爱心欢 当时为了选学演员的角色 我和林战秋两个人 在麦当劳翻了一下午的微博 就看各种随地选美的自拍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经费不是很足 所以我们就自己制作了反观版和小推车 那作为官方微博的主业军 我会因为一条微博被转发了上千次 然后就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面偷偷的乐 然后我们也曾经很作死的 在一天之内安排了三个采访 而且中午的那个居然还是直播 早晨的那个就拖了点时间 中午差点没赶上直播 一路赶过去 连饭都差点来不及吃 但说起来其实在我刚认识Rambo的时候 我觉得它离我还蛮远的 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自己会不会加入到这个集体之中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 有那种高不可攀的感觉 嗯 高一快结束的时候呢 我被展秋请去团队里面帮忙 当时是这样 我们一群人集中在一间会议室里面 然后展秋站在上面讲 讲Rambo的一些 概况啊 然后它对未来的一些设想啊 还有接下来工作的一些安排啊 呃 它让我记得最清楚的 其实也是一直鼓舞着我的一句话 就是 当初啥也没想到这么过来了 不过最后 梦想成 不管最后梦想成什么样 至少我们过得绝对比同一人精彩 在过去的老年里 先是和我同一届的人 一起经历了高考 然后是今年夏天 雨昕他们这一届同样高中毕业 特别让我感触的是 你看着他们好像就像 看着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 看着他们成长 之前也有媒体问过我们说 当你们上到大学之后 你们还能继续做战机吗 当时其实是有点不确定 但是我依然说 我相信我们团队能够做到 到了高三之后 其实RAMBO很多事情 我们都不能参与 我来上一场微博和QQ 其实也只是为了看一看 RAMBO的最新动态 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学弟学妹 学长学姐 加入到我们团队到RAMBO来 而且比我们当初 甚至是更加卖力 我们都非常开心 暑假他们想到的 不是先安排旅游计划 而是先确认RAMBO这边的安排 到了一个环境不错的地方 可能首先会想到 之后MV要来这边拍 尤其是展秋 他在RAMBO上投入了大部分的精力 还有时间 也为我们争取来 非常多很棒的资源和机会 但是有一次聊天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很遗憾 没有足够多的时间 来好好地陪父母 这两年多来 我们一边忙着自己的学业 一边都坚持地 为RAMBO做尽字的一份力 今年 我们又有一批人度过了高考 或许高考就是我们延迟 曾出版的这么一个原因 但是 我觉得延迟的一年并不重要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沉淀 而沉淀的两年的我们 只会让专辑变得更好 毕竟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当然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 我们也结识了一些新的伙伴 我们整个团队的操作 也更加地有经验 今年的新的实体专辑成 在我看来 我没说 绝对不会是红的重复 和再来一遍这么简单 好像真的找不出什么样的言语 能够把我们现在内心 特别激动地想表达的东西 让大家完全体会到 在我们眼里 和自己城市怎么样的骄傲 这两年来 WAMBO真的变得太多太多了 说实话 过了两年多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 从一开始进入这个团队 我就一直很期待 当我们做出最后一张专辑 然后 大家一起哭的场面 而现在 我只是更期待了 也更相信有这么一天 我想 经过了这两年 我们依然有些茫然 但我们已经找到了大致的方向 就像刚才说的 我们至少相信 自己已经变得更棒 相信我们 城 一定会给你们清醒 希望城能够给大家带来 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希望你们喜欢城 我们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十个两年 好久不见 你准备好了吗 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官方微博发布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但是每次的发布都能引起比较多的转发 那在这个背后 其实跟我们整个团队是分不开的 我们在每次发布微博之前 我们都会先把文案确定 然后在团队里面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修改 那一般情况下最后在这个需要拍板的时候 最后的负责人林展秋同志都会莫名其妙的失踪 通常情况下他是会去洗澡 然后我们团队也因此出现了一个梗 叫做你永远不知道林展秋会在什么时候去洗澡